2023年第11周我们团队累计买卖共56套房子 其中本周买了4套,卖了2套 买的第一套是高棍林的公寓 一室一味,建于2020年室内面积543尺,58万 房子在21层 客厅卧室都是全景的落地窗,视野和采光都非常好 厨房这边用了最近红火的可伸缩式的导台,美观实用 买的第二套是高棍林的联牌别墅,总共3层,44位 室内面积2318尺,建于2020年143万 很好的一点是这个联牌是定牌的双车库,与主层相连 非常方便,很多联牌都是车库在一层,需要上楼才能到到主层的 这个联牌的一层,做了一个套间和影音室,还有一个小院子 可以说算是一个小house了 摆到的第三套是Riverdale的独立屋,63位 占地面积4656尺,室内面积2795尺,建于1986年 177.8万 房子整体的户型很方整,一楼带一个房间方便老人居住或者是做成书房 二楼设有五个房间,可以轻松容纳一个大的家庭 买的第四套是Klona的独立屋,75位 占地6669尺,室内面积5041尺,建于2020年 184万,非常非常新 室内主要预用了黑白的色调,简约高级 而且这套房子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后院,可以做一切你想要做的事情 Klona这个风景秀丽,并且生活便利于全市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做自业的选择 卖的第一套是本来比的独立屋,67位 占地12529尺,室内面积4736尺,建于2015年 3310800 这套豪宅由意大利建商打造,极具欧式建筑的分隔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套豪宅的大地12000多尺 非常的平整,并且还有后巷,给未来的升值提供了很多的可能性 卖的第二套是列治文的townhouse 四房五位,室内面积2055尺,建于2016年 173万5 这套townhouse的family room给我的感觉就像独立房一样 10尺高的天花板,定制的橱柜,大倒台的厨房等等 房间全部是套房,非常的舒适 我是以辰,感谢您收看我的视频,我们下期见